不能顺着自己的感受想法 遇了圣教了 佛是真语者识语者 不狂语者不义语者 我们对佛的教诲不怀疑 佛开悟第一句话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那诸位同修 我们 上个月有没有 很沮丧很气馁的时候晚 那这个就是信心受影响了 佛这一句话不可虚于理也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且我们有信心 别人才帮得上我们 自助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自己放弃自己 神也帮不上忙 自弃者就天气了 我们学佛的人 重视领悟 悟性 感悟能力 师长有说 这个念头的作用 非常的大 我们 我们 这个念头 一没有信心 一没有信心 兵败如山倒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感受 搞到 搞到谁也不想见了 搞到谁也不想见了 感受到这没信心 拼命往下滑了 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再发生了 事长蒋经说了 怀疑山崩地线 大自然山崩地线 这个一怀疑也对自己的影响 也是不断往下滑 甚至于都感觉 不知道哪里是个底 哪里是个头 所以性为道元功德母 是非常关键 性是道的源头 源头活水 功德的母亲 母是能生 性心保持住了 正念分明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就是功德 跟真心相应 你这个性心没保持的 怀疑了 沮丧了 甚至还 批评毁谤了 那这个差别就大了 应该一念之间 是功德 还是造罪业 都在自己的念头上 所以事长也说 一个念头 周辩法界 大家有印象吧 念头周辩法界有 尤其提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菩萨 我们起念头他们都知道 我们起一个 求生净土的念 他们全加持了 我们起一个没信心的念 他们加持不上了 想加持 加持不上了 他们加持不上了 谁得其变了 魔得其变了 现在魔在抢人 尤其我们 假如问 又有机会去 宏复正法 哇 那魔找机会 破坏正法 找谁来破坏 找我们 刚好在因缘当中 施了正念 他就得其变了 那我们本来 积功累得的因缘 可能就变成造业了 可能变成让大众没信心了 我们越感觉到 一念的差异 天朗是别 我们对念头就 谨慎了 各念 做圣 圣狂之分 在一念之间 非理勿动 我们起个怀疑 不理静自己了 不爱自己了 那非理勿事 这些句子 对我们修行人太重要 因为修行 一切行门 要达到什么目的 清静心 这是策务大师的法语 一切法门 以明心为要 所有的法门 目的 帮我们 恢复自信 明心见性 一切行门 以静心为要 我们一教奉行 都是为了达到 清静心 所以我们自己 要检查自己 心有没有越来越清静 要敏锐 我一看这个抖音 一看这个短视频 我就被他吸过去了 修行人警觉性要很高 一看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过去了 而且我的心 随着他在起伏 不清静 所以诸位同修 我们传统话里面讲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们现在是要面对 无死结的轮回 我们要跳出去 这个是圣战 圣战